这个雨越下越大了 下了一整天 好烦啦 今天呢 如大家所料 我又在店里面做收鱼园小妹啦 然后正在看店 老爸回去了 李总已经回去了 就剩小李在这里 看我刚才点了个什么 蚊香 就这小店啥都好 唯一不好的就是蚊子特别多 刚才差点叮的我 真的好难受 所以我就赶紧拆了个蚊香 然后点燃了 来到小麦铺 哎呀很安静 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 其实也挺爽的 就是没有网 有个网就更好了 看我没有网 我就是想到了 就用手机开了个热点 然后只能说看个小说什么的 那看视频就不行啦 不然就很耗流量 有点无聊 刚刚看了很久的小说 我看一下有啥好吃的吧 啊这些小饼干 开口罩 以前呢五毛钱 会有很大一颗的那种开口罩 现在的好小个的感觉 下一些 哎 紫薯啊 绿豆饼 紫薯饼 这些 没啥好吃的呢 哎呀 喝点啥 我有点想喝这个 那个菠萝皮 菠萝皮 菠萝皮饮料 大家都说这不是啤酒 这就是个菠萝味的饮料吗 是不是 对吧 然后其他没啥想喝的 然后其他没啥想喝的 喝点啥 喝点啥呢 哎 旺仔牛奶 来一瓶 来一个 哎呀 哇好啊 看我的小说 对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之前我不是想要买电脑吗 那个笔记本电脑 后来我纠结了满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挑一直挑 大家推荐的一些牌子 我都去看了 最终选择了一款我认为性价比比较高的笔记本电脑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就是我的电脑 这是我的电脑桌面 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猫猫 我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配置吧 属性 然后上面是那个红米Pro14增强版 它是那个处理器是i511代的 16G加512G的内存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啦 我觉得这个配置应该算是不错的了 对吧 在同等的价位当中 这个笔记本是4499 就是4500的一个价格 但是在其他同等配置的情况下 其他的牌子相对来说会贵很多 对 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而且小米是国产的支持国产对吧 其实呢有了个电脑会比较方便 之前没有电脑的时候 经常跟我姐抢她那个电脑去用 因为我上传视频啊还有可能做一些学习的东西 可能就需要占用她的电脑 但我姐姐呢她的工作也是要用电脑去完成的 因此不太方便 所以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一台电脑 因此百般纠结之下终于买了这么一台 有了她我就感觉啊生活都滋润了好多 当然我没有说拿她来看各种电视剧电影啊 好像到我现在这一段时间 基本上对电影电视剧没什么兴趣 这种兴趣不浓 好了我要继续看小说了 然后等待李总的出来交班 呃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然后早点休息 另外的话因为早晚温差现在开始变大了 所以大家早上上班的时候记得多备一件外套 好对保重好身体 好了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